她叫杜乐莹 今年三十二 在同龄人都为梦想打拼的时候 她却硬生生在家待了十年 被妹妹乐丹一顿嫌弃 一气之下 乐莹干脆搬出了家 当起了服务员 虽然每天很累 但靠自己的感觉 真的很不错 机缘巧合下 乐莹认识了拳击教练浩昆 你以为锻炼的日子很坚信 其实非常欢乐 甚至是很搞笑 教练带她举重 她还能偷控擦个汗 教练带她引体向上 肩上的重弹又沉重了几分 练了半天 乐莹一点没变 倒把教练累够呛 直到这天 乐莹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低谱 让她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度 为了重新找回人生的方向 乐莹决定用拳击找回自己 这一次她要为自己而学 也要为自己赢一次 那她最后究竟有没有赢呢 欢迎大家过年去影院看看 相信不管赢不赢 热辣滚烫 都能带给你和你的家人两小时的笑声 毕竟搞喜剧 雅琳可是专业的 她还请来了喜剧圈的半笔江山 影片的超强喜剧效果完全可以放心 除了老搭档张小斐 饰演乐莹妈妈的 是乡村爱情系列里 泼辣唠叨的赵海燕 演全管老板的 是一条戏八个笑点的杀意 就连客串评委的 都是玛丽和卫祥 两人上一秒还吵得火热 下一秒就能满脸堆笑 假装好同事 喜剧人的演技真不是盖的 除此之外 还有战那就让人嘴角 比AK还难压的 乔珊和李雪芹 多次登过春晚舞台的喜剧演员 许君通 以及因为活动 而与贾玲结缘的杨子 完美满足全家各个年龄段的 喜好和笑点 非常适合代家人去看 何家欢的风格 和春节适配度满分 简直是送给全民的新年礼物 其中导演贾玲 更是诚意满满 甚至真诚到有点傻 贾玲可以用特效完成的东西 她没用 在她完成前半部分的拍摄后 贾玲又投入减重计划之中 在你好 李焕英获得不错的成绩以后 她选择淡出大众视野一年半 只为了全身心 拍一部诚意满满的电影作品 我们不得不说 用心讲故事和真挚的情感 在全世界创作领域 都是稀缺的东西 对妈妈的爱是全人类的共鸣 所以你好 李焕英能被好莱坞购买英文翻拍权 而贾玲只有一个要求 不能改掉妈妈的名字 贾玲的质谱 真诚被我们看到 她凭借超强的毅力 同诉了自己 这份真诚和决心 就算在世界影坛里 都是数一数二的 她做这些的目的很纯粹 为了电影和角色 而且根本没有任何捷径 观众看到影片中乐银的变化后 也会真心实意地感受到 原来真实地做自己 会让人如此平和且愉悦 相信每一个观众 也想立马就去做自己最喜欢的事 去为自己努力一次 和输赢无关 因为我们都是看透了生活的本质 却依然热爱生活的勇士 输赢都不重要 因为出拳那一刻 就是意义本身 作为春节档 唯一一部以女性创作者 为主体的电影 贾琳和她的团队 用独有的细腻和温柔 向我们传递最有温度 且掷地有声的态度 You only live once 你只活一次 所以被嘲笑也没有关系 想哭也没有关系 失败更没有关系 因为YOLO 你只活一次 我们更要好好爱自己 这不是鸡汤 而是一个人的人生赢 就赢在开始学会爱自己了 希望屏幕前的 你我都能像乐营一样 在爱自己的这条路上 勇往直前 热辣滚烫